县长林明珍在县议员全文财以及县府原民居长史强的配同下 日前前往新乡新乡村会看西纳巴兰部落连外道路 县长也表示这条道路将近20年没有重新布设 对于地方来说有交通上的疑虑 今天我们来勘察新乡西纳巴兰部落的连外道路 因为这个连外道路已经将近20几年都没有修复 这个路面都已经拨油 有些速度都偷掉了路面不平凹凸凸凸的 尤其这个是骑机车是非常危险 所以今天来会勘我们就希望能够重新再把它铺设 在会勘过后县长也表示这条道路确实有需要重新铺设 将花费近680万左右的经费来重新铺设 将近1.8公里的道路 让地方居民有更好的交通环境 大概这个总经费要680几万 我们会尽快的请我们连民集来设计花包 尽快的把这条道路重新再铺设新的 大概1.8公里长度 1.8公里 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新乡 这个西纳巴兰部落的连外道路更好走 他给进出的我们的原住民能够更好一条道路给他们来通行 新议员全文才相当感谢县长对地方的关心 也呼吁民众在工程期间能够多加体谅 感谢我们县长还有我们延民集的机长 为了我们现在巴兰这条二十几年都没有修复的这个道路 能够在这个今年度增提到经费可以修缮 那在这里也代表我们新乡的乡民 谢谢县长的这么关心 那在这段时间 那当然在私做的这几天 我也想说呼吁我们的乡民 可能会造成你们的不便 希望你们说尽量配合 让我们的工程进度能够尽快的完成 那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我们县长 期望在会抗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保障地方交通安全 让地方的民众有安全的道路可以行走 记者邱平丽心理采访报导